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小型企业的GDP在去年是17年以来第一次达到负7.3% 那市场消费力的减弱就使得中小型企业不得不面对流动资金受限的问题 那企业发展与合作社的部长汪Junayde就指出 全国有10万家中小型企业在行管令落实期间倒闭了 那虽然在这期间政府也寄出多项的援助配套 但是效益却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那10月29号呢就是2022财政预算案的提成日了 那财政部长东姑扎福卢呢他就有说 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呢我们会专注在 因为疫情而受创的几个领域 就包括旅游业零售还有中小型企业了 那政府该怎么样帮助中小型企业重新振作起来 当然我们就是要从听取他们的需求去做一个处罚 那今天财政预算案的特别节目呢 我们就带你聚焦在东马沙巴中小型企业的现况 他们面对到哪些困境 还有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怎么样自救 以及他们对来临的裁案又有怎样的一些期待呢 今天就请来了沙巴中小型企业工会的创会会长胡逸基 会长你好 你好 你好 谢谢IV跟Celeste主持人美玲 是那谢谢会长赏脸上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带大家关系一下吧 沙巴的中小型企业目前的情况 几乎全球的经济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了 沙巴州也不可信念 旅游业是沙巴最大经济的来源 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旅游业占了40%的沙巴生产总值 疫情期间没有了旅客 所有有关联的行业包括酒店餐饮 特别是海鲜海鲜餐馆 中国游客是最喜欢的 都一一的被打击 很多被冲击下的经济领域 都纷纷转型 改为线上 但酒店业和旅游社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旅客不能进到沙巴 这部分的业者唯有转型在线上成为网上购物 帮补一下求生存 不过有些酒店开始的时候 以为这个是短站几个月 就保护他们的员工 希望能够看到一个转机 可是四个二十个月了 有很多还是撑下去 有些撑不住已经倒闭了 所以这个是对旅游业 尤其是沙巴这一块是很大的冲击 那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很多的人已经开始走上街头 已经好像恢复成之前疫情爆发前的 这一个社交的活动 那沙巴那里呢 大家是不是 因为像我们沙拉越古镜这里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出去吃饭 可以down in 或者可以去买东西 虽然说要一直不断的scan 然后戴口罩也怎么样的 那我不知道沙巴那里的情况呢 会不会就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就开始觉得说好像客人回来了 生意又可以做了 要分几个部分 有些部分就比如说咖啡店 他们应该是可以营业 可以生存 也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接受了 就不会像以前开放的时候 很多担心不敢出去吃 虽然政府允许你去堂食 他也是有点担心 干烟打包 我现在已经我们沙巴 是第一个开放堂食的 6月1号 这个他们比较大胆 就帮到很多那些咖啡馆 因为这里沙巴的那些风速 都是去咖啡店聊天 见下朋友这样 虽然他是以50%的营业额 不可以超过50% 你张台不可以四个人两个人这样 也是会帮到他们可以赚一点 不用带倒贴 这个是没有问题 不过有些行业 比如说好像美容 水疗 按摩 娱乐场所 西宴 酒廊 卡拉OK 这种好像最近这几个星期 才开始放松 所以这个行业就是说 一路来在21个月里面 我看18个月到17个月 都是没有的营业 零收入 现在就算你开放来讲 我认为他们的声音 也不是回上以前这样 也可能可以帮补一点 也不可以打平 可能收入还是不符 不过好过没有 就是这样 好过零 零收入 其他有一点点 可以看到一些数字进来 其实像刚才会长就有说到 旅游业是资金 或者是沙巴经济的一大来源之一 然后刚才你有提到一些餐饮 或者是酒店 特别是旅游业 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打击很大 那沙巴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领域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中小型企业 是受到疫情的波及的呢 别的领域 根据我的朋友是制造厂商的工会会长 也是可以跟他一个交谈 比较深度聊 他有跟我讲 他是做面的 好像Maggie面 他是东马的 他的问题是供应不到 因为有些员工 不然间检测到 或者是他身边的人 有检测到 所以他不能够开工 因为工厂少了几个工人不能够来上班 就是要quarantine14天 所以对他的生产量有打击 虽然他是做面 就不需要关闭 不过员工缺乏这个问题 也是会间接有一点问题 有些就是说他要购买原料 原料的货物涨价了 你知道中国的货柜出来 好几倍的价格 所以就会对他的成本提高 而且现在你要销售去 就不能够提价 不能够涨价 为什么每个都有受损 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到 某一种的企业家 所以员工短缺这个问题 的确是非常头疼的 而且打击非常非常大 资金的部分会长 有发现到有哪些行业 或者是哪些领域 有出现很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 还是大部分其实大家都遇到一样的情况 我看资金缺乏的是全部领域都有了 就是有一些生意可能它比较富有 或者它的储备金比较充足 所以就是倒贴的来 有些根本都没有这个钱 它要撑也撑不住了 而且早期2020年推出的那个10E 那种SRF给中小型企业的 Saba就很可惜 很少部分人拿到 因为我们的了解比较慢 有很多那些在市区外的 他们的网络不好 他们的知识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等到他们了解了一段时间 那个10E已经批出去了全部 所以经过我们的反应在报纸上面 现在很高兴的知道 有三个银行 Mbank其中一个 本地Saba的发展银行 SDB Saba Duelven Bank 还有一个本地的Saba Credit Corporation 有给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 一亿的破款 只是给Saba中小型企业去申请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政府要做这些措施 要想到因为有些地方比较落后 就要有一个分量 像Saba你拿10% Sara 4% 其他人你们申请完80% 要等Saba 如果万一我们用不完 才剥去那个Cain 这样就不用要抢 每次抢输 这个也是我认为 现在政府讲 Malaysia Klawaga 我们的是小孩子 所以你要特别的想到 每一个政策 要注意到这两个地方 因为某种原因 是比较更需要政府来协助 就好像我们的主书这样 政府有特别的一个照顾 不过很常忘记了 希望现在我们的Saba州政府 跟联邦是联系了 是吧 所以希望他们会注意到这一块 是 而且要多做一些宣传 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是你宣传的范围也是要广一点 不要只是集中在市中心 KK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些偏远旁边的那些小村庄 也是要走进去 好不好 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的 那我们来聊聊Saba目前的 这个失业率好了 我之前看到一份数据 就说到 Saba的青年失业率还蛮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Saba的低技术工作岗位 是全国最多的 而且呢 这一些人才里面呢 有一半以上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 那我们知道疫情重创 这些中小型企业这些工作岗位 所以可能他们的公司没有办法营运 所以他们也可能会失业 所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可不可以请会长来跟我们认识一下 OK 你说到那个年轻人 其实Saba的人口是很年轻的 45岁以下 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 占了差不多一半的人数 所以你说为什么 那个年轻人特别多的失业的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工业不发达 工业不发达 我这跟你讲 我们的供应才7% 整个Saba州的GDP 所以那个制造业的就业很少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大喜爱 做那些农业的 因为我们也是以农业为主 所以有些觉得太辛苦 有些农业离开市区比较远 他们住的地方 而且又有方便的外劳 外劳可以住在园丘 可以做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企业家 你要请的是当然他们自愿来 虽然你给高一点的资金给那些本地员工 他也不一定接受你的工作 外劳只要你给他 他有工作他就满意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政府 能够把那个制造业能够提升 就会有很多这些青年人 就不会有问题了 因为制造业他喜欢做 不会那么辛苦 或者是我们的农业如果是把它机器化 这样那些年轻人就可以做了 比如说现在你们用drone来放肥 不是一个个人抬着 这种技术他们喜欢 因为好像他们玩飞机这样 所以我也是建议政府尽快的把这一块做好 虽然请的人不多 也是有贡献 而且它的生产率也是很高 你不用花很多钱去请人 一个个去放肥 而且更加有效率 可以这么说 时间可以省很多 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旅游业 就是最后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做导游 加巴士 现在直接倒闭了 很多就失业了 又来回一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应该很多转行了是吗 就当初是 也没有的好转 现在你转去哪里 大部分的生意都倒闭 或者是裁员 你怎么样也得转 所以我就跟政府讲 你一定要帮中小型企业 那些还能够撑下去的 尽量的撑下去 为什么 如果我们撑下去 等于我帮你保住三个 或者是十个员工 明白吗 如果你不把我救起来 我的中小型企业倒下去 三个到十个失业人民 你怎么样去找工作 不可能的 的确 那会长刚刚有说到 就是有不断的 其实一直跟 无论是沙巴政府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机构也好 都有是不断的都在交流 还有交谈说 一定要帮助中小型企业 那我们来聊聊沙巴政府好了 沙巴政府其实一直以来 二十多个月以来 他们怎么样去跟你们进行沟通 他们用了怎样的方式 帮助你们中小型企业呢 很荣幸的 很多那种沙巴的部门 部长 或者是他们的总监 都有邀请我们出席 去交流会了 我们有把我们的建议 和我们的痛苦 承设他们 不过你知道 州政府的裁员不广 还有些东西不是州政府管的 是联邦管的 虽然是联邦管 我们跟MIDA MATRED 那些都很有密切的交流 甚至国家银行 我们也是有提议 怎么样把原住金放出去 放得更好 有一小部分我觉得 经过我们交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建议 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跳一下 比如说这个Moratorium 你知道吗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 今年三月份 你去申请 一两个月 他们还批不下来 所以我就有跟国家银行 这边的沙巴的区域讲 我说那么难 我是你的客户吗 是不是 已经全部底都看完了 我跟你交易四五年 你的记录什么有 现在你看到我刚才 如果你是照平常的来看 我们肯定是不及格 是不是 你要救就救 不要救也是讲不要救 不要不理不睬 你明白吗 如果我不是逼你要批给我 如果你说我不批给你 给我知道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还有我的权利吗 我可以去另外找另外一个银行 来抵押 来把那个款输过去 那个产业 或者我可以跟朋友 怎么样来去交谈 因为你给我一个希望掉住那边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 你等半天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 然后又不能够进行下一步 对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说就好像一个人 他装车 他需要 需要那个氧气 那个ambulance 很久救护车 很久都没有到 到你来到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了 你再来也没用 你不如回家了 太迟了 虽然是好的 来到太迟 也是等于无补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就很荣幸的 最近这早上8月就9月 现在特别快 经过我们国家一段式压力 他讲你要选A就B 你要100%的是不用还 而只是你还50% A B 你选了 我们选了 寄回去 他的SMS就来了 自动化 你的受逼准了 而14到48小时 我说这个东西 早就应该2020年的时候 就做了 为什么要等到 要人家提义 提书 你才去做 是不是 所以不过也好了 既然做到也是好了 这件开心的事情 至今 有进步了 所以刚才我们就聊到 沙巴州政府 提供的一些援助 那就不晓得 在去年联邦政府的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所提供的一些资金 还有一些科技的发展 或者是培训方面的帮助 其实对沙巴的中小型企业 帮助大吗 有帮助到 尤其是资金补贴 我们每次叫政府 就是延长延长 因为如果你没有资金补贴 我们要付一个员工 钱二块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开销 一个开销 就算给我们600块 一个员工 我们还是要出钱的 只是出少一点 是不是这样讲 如果根据我的统计 如果是资金补贴600块 我的员工是前二 包括那些员工的那些 EPF 还有EIS 那种HRDF 他们的帮助 只是40多个% 我们要出60个% 如果它是2000块更产 它整机帮我们 给了25到30% 我们要出70% 是不是 不是说我们要哪里的补贴 如果我是真的看到生意 不能够做 我不如关闭 我连那个50% 70%都不用付 是不是这样讲 我一直过财员 是不是 所以这块 我觉得政府好像 没有什么领域到 如果你是比较新加坡来讲 新加坡分三个 三个协助的阶段 一个是25% 就是那些好像说餐饮的 没有那么大的冲击 疫情一有放松 它就可以赚到现金流 50%就可能是那些中型的 最高是75% 是什么 是那些行业 是叫什么 旅游和航空 最大的影响 飞机不能够飞 它可以甚至给到75% 我有强调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同样的是做 是不是 比如说那些旅游业的 它最充气 可以给到70% 那些好像做产品的 好像讲 现在开放了 那些人就来堂食了 可能你给它25% 它也是够了 所以这一块没有做到 就是一次 一个接率的 每一个行业 这样子是做得不圆满 我觉得 是 所以如果说要提升的部分 我们可能可以参考 新加坡的做法之外 会长你觉得我们还可以 政府 联邦政府接下来的 这个2022财政预算案 你会期待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些补助吗 我是觉得 这个资金 援助金 应该要延长下去了 因为知道那些行业 可以打平来讲 因为我们是帮政府养住这个员工 如果我们没有开业 它就不用给我们了 还有就是他们虽然有答应 不过有好几个企业反应 他们出的钱很慢 甚至超过六个月 还没有收到 就好像我跟你讲 那个氧气这样 那个病人叫氧气 我有很多在我的工厂 你来到几时 你来到的时候 那个人还在不在呢 如果人不在啊 你更多的氧气给我也没有用 会长前面塞车啦 有交通 多自身起来咯 要想别的办法去帮忙 是路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很多是自己帮助自己的 老实讲 是 如果我们是说 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操作 能够做得更好 就我们要称赞政府了 因为钱已经债了 是怎样把这个钱 流去那个企业家 是吧 已经批准了吗 不是说不能够批准了 就做了那么多了 才差那最后一步 没有做得那么严满 也对啦 那其实除了这个资金补贴之外 有我们有看到政府可能会寄出 其他的一些措施 像是扣税啊 或者是暂缓 嗯 贷款啊 对 你觉得其实中小型企业 真正需要的 是最直接的这种辅助金 还是说扣税啊 或者是暂缓贷款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 最好是那个补贴金啊 老实讲 OK 因为不过他也不可能给到你太多 所以那个只能够帮一点点忙啦 比较短期的方法 它的数目也会很大 是不是 数目很大 不过这个是暂时的 因为你怎样延迟利息还是在跑哦 你的负担还是在成长哦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 我有建议是政府怎样把生意给他们 就好像说政府每预算案里面有消费的嘛 是吧 还有消费 这个消费可不可以把它散发给所有的中小型企业 全国的 不要跟一个大 一几个大机构一下子买完全部的需求 是吧 你发去每一个州 这个州好像说我们说那个食物的大厂那边买到很便宜 然后你用车派发出去 这样只有那几个大厂会收贵嘛 是吧 其他的没有咯 我是建议他为什么你有那个district officer每一个县啊 有县长嘛 叫县长乘上来那些杂货店在你的市区 在你的县里面有谁 OK 这个我们给你每一个一万块 万五块 OK 就好像我们以前送李兰这样 这个东西你要可以供应这些东西给他 等于一千块五百块的那个购买券 这样子你又不用一个个包到很大 一般人去派给那些村民 是吧 他拿了那个餐券 可以维持两个礼拜啊 一个月 他随时有去市区 他就可以去购买了 而且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不同嘛 有些有小孩子他可能要牛奶粉呢 你给他那些米啊 帮不到他 他哪里找钱来买牛奶粉呢 对不对 嗯 有些他的 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每一个家庭 所以买他的需要 当然不可以买香烟买酒这些啦 有一个表格列进去 这些食物你可以购买 嗯 有些标准这样 那个札博店就有一个现金流咯 他的货也可以转新咯 是不是 嗯 如果不是没有人跟他买 他也是转不到他的货 这样子 嗯 明白 对 所以沙拉越就有做到了 我看到沙拉越有一个企业家 就是要拨款 给一个supermarket 帮他去处理 你们去那边拿货就是了 我会买蛋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好 那我们也请在沙巴可以看到 对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为了要应对 这一个疫情的新常态 其实数码化 已经成为了一个 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啊 都转上线上了 透过网购平台 Shopee Lazada OK 很多很多的这些平台 或者是直播 带货 卖东西 那去年我们看到 全国中小型企业工会的 总会长的江华强 就有说过 当时候的这个预算案呢 对于中小型企业的1.5亿 数码转型拨款 是不足以让企业朝向工业4.0的 那会长你怎么看呢 我同意总会长的说法 不过我觉得政府应该这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援助计划 可以帮助中小型企业 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和扩张他们的市场 我认为政府不该限制援助金额 如果满额了 政府应该再拨款协助那些有需要的商家 是不是 这个是很好的吗 你应该要增加咯 而且也不是很大的数目 你增加了 他们就有机会成长 以后就不需要你的援助了 对不对 他可以贡献在我们的国家的GDP里面 不要限制说1亿就是1亿 当然你要有一个预算 1亿满了 再看有没有需要 有需要再拨多1亿这样 然后 如需的增加 会长如果你觉得 沙巴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要转型 要进行一个数码化的一个转型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在哪里呢 是在人力方面啊 技术层面还是合自己 而且我也蛮好奇 就是沙巴中小型企业 数码化转型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是跟得上的吗 还是说对你来说 你觉得进度算是蛮超前的 还是蛮落后的呢 我觉得这个数码化 很多是他们自己的心态 因为人是这样的 如果我已经习惯了 就不要去学新的东西 不过这次疫情的打击 就会给他们看到 这个是一条唯一的深入 所以就比较容易跟他们讲 为什么要转型 之前2018-19 我们的中央那个VT 也很常下来有讲座会 分析 叫他们怎么样去做 还有怎么样申请 那个budget 都有 不过反应不是很激烈 现在他们要 不过问题是说 很多我们在郊外的 尤其是那些 怎么讲年纪比较大的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不知道怎么用 怎么去做 就好像我们年长的人 你给他一个iPhone 13 他不会操作 很好的东西 怎么样去做 如果他有小孩子在身边 就可以教他咯 如果没有小孩子怎么样 你不可以每次去烦你的邻居 是吧 如果你邻居也是老人 怎么样教你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沙巴这方面 多一点 做多一点那个功夫 来教他们 跟他们培训 所以帮助他们成长 在基隆坡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给他钱 他就会做了 不用讲多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沙巴这边 那个数码转型 比较慢 所以像刚才会讲 就是提到一个城乡之间的 那个差距 科技方面的知识 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政府 资讯流通的这个部分 还是需要赶紧把它连接起来 不然的话很多东西 都是城市人知道 但是乡区的人又不知道 那只会让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对吧 OK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电子商务 我们看到沙巴中小型企业 其实我不确定 他们用的比较多的平台是什么 其实是Shopee吗 因为我发现 沙巴越蛮多都是用Shopee的 所以或者是 或者是Facebook Facebook对自己开一个 对 开直播 开网店这样子 所以沙巴中小型企业呢 你发现到大部分大家用的 都是什么平台 据我所知 也是跟沙巴越这样 很多都是透过那个Shopee 那有个小部分 还有就是那个Facebook 来销售他们的物品 我们本身 SME沙巴就有一个 community page 是没有收费的 公开的 不一定要我的会员 谁都可以用 我们在六个月里面 已经成长到 两千多个会员了 在里面 所以每次我见到 那个中小型 我说你要卖东西 就把你的产品 放在那边 就有更多 有两千多个人可以看到 免费没有收费 而且也不需要是 我们的工会的会员 都可以做 所以你要买东西 买沙巴东西 也可以去那边看 有什么好的买 有什么比较便宜的 就是两方面 不是销售 也是可以购物的 购物沙巴的企业家 所制造的那些产品 现在很多是食物 食物 饮品 不过也有人做服装 服装也有 课程的也有 海鲜啊 海鲜也有 海鲜也有 沙巴是有名 就是海鲜啊 对 好的 那提到像刚才 会长就有说到 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平台 所以其实你们过后 会不会有打算 就投入更多的资金啊 或者是 优化整个服务啊 然后去打造一个 属于沙巴 中小型企业的一个形象 或者是品牌呢 OK 暂时我们还没有 就有这个来开始 不过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的沙巴州政府 那个沙巴工业发展 医研究部啊 部门啊 也设计了 一个网页 叫做GoBiz 叫GoBiz 这个是沙巴那个什么 那个工业部门 帮沙巴的中小型企业 把他们的 一定要是沙巴制造的产品 不可以外面的 免费的 放在他们的平台 他们会花钱去 推广这个平台 所以这个是沙巴 DIDR 我们简单讲 DIDR的 做到很好 而且他们这个部门 也有帮 沙巴中小型企业 把他们的产品 带进那些 supermarket 比如Batteras那些 都有在进去 就是帮他们销售 这个政府做得很好 我觉得沙巴 不只是网上 网下也有做 他也是有开两个 showroom 一个是在亚底 一个在保护 另外还有一个要开 就是你们好像 交外的要知道什么 你可以去那个showroom那边 看那个产品 然后购买你直接联络 那个生产家 那个中小型企业的 直接购买 他就没有什么 帮你收费了 就是 如今是那帮出 员工也是他们的 出了 政府 这样子 所以快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郊区的 中小型业者 也是受贿吗 他们也是知道 有这些平台 对 好像他们放去 那个supermarket那边 在几个月里面 超过几十万的 那个交易 哇 还在成长 做得很棒 他们有两千多样的产品 在那个gobeats里面 两千以上 所以你的空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gobeats 而且它是有线上线下 那最主要在 刚才我们就已经谈到了 一些中小企业 面对的挑战 还有他们的转型方面的 一些挑战之外 可能现在我们就来聊一下 就是关于产品出口吧 在沙巴遇到的一些 可能我们可以讨论的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 产品出口的成本 一直是东马贸易的问题 就像之前会长 有在一个沙巴经济咨询 理事会里面就有提到 就是小规模 还有一些物流课题 还有非常高昂的船运费 就是造成沙巴 丧失这些出口竞争力的因素 所以你觉得目前沙巴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这些问题呢 最终的就是要把我们的 出口提高 如果你出口不提高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说 进口从巴生来的很多 回去的货柜都是搬空 或者是空 所以就显示到 那个船运的进来 它要算回回去的费用 因为它收不满一个货柜 如果我们比如说平衡来讲 进出都有 它的货柜就等于 可以收一半 一人给一半 现在可能七成是进来的 所以就比较便宜 回去那三成的就比较贵 所以我们出口这边就比较贵 这个是最大的因素 当然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把这个出口的产品提升 农业方面要更加努力 因为我们的农业都是小园区 小园主 他们个别的做个别的 所以他们的产品不能够出口 为什么 不同的款式 不同颜色 不同大小 怎么样去做一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农业部的部长 上一任部长做了很多工夫 这一任部长 Dr. Jeffrey Kittinghan也是副首席部长 也是在做这一块 应该我希望能够看到有成绩 就是要领导那些园主 要种什么 我给你我这个种子 种子是好的 全部都是种同样的种子 而且会帮他们购买回来 累积起来出口 出口去西马也好 新加坡也好 中国也好 这一块如果能够做到 就会慢慢把不平衡的货亏来回的 那个备用把它进去 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就是要把整体的行业标准化 这样子的话 就会把接下来的一些步骤 就会更加的清晰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其实我们看到中小型企业 还面对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的海运很贵 非常非常的贵 会长也笑了 会长也知道 这好像是和全球面对到 一样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货柜不够 所以沙巴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会长 肯定有 因为你知道最近 我也是有参与一个邀请 去讲这个你们叫什么 卡波达 已经说过卡波达 卡波达就是说 国外的船子不能够来 载我们本地的货 有很多人也是误解了 我也不是很了解 因为经过研讨会 我就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 卡波达就是说 国外的人只能够来第一站 在马来西亚的港口 放下货 它不能够从巴胜 再上货 船来沙巴 船来古今 内陆都不可以 国内都不可以 它可以从巴胜下货 拿货去新加坡 其他的国家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够 跟本地的传统抢吃 从巴胜转来沙巴 这个是他们讲的 所以有两方面的说法 一个就是沙巴人 有很强调说 因为这种卡波达 没有进证 少了进证 外面的人不能够进来 虽然他们可能收费比较低 就是导致我们的生活费用 沙巴特别搞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课题 这个是一个项目 第二个就是那些传统抢 如果我们的传统不能够做 这样没有了本地的船只 以后打仗的时候就很危险 没有人会载你的东西 而且是像这次上海 不然间美国、欧洲 全部出高价来抢货柜 我们不能够给到那么高的费用 就变了它不把你的货币原本 来沙巴、来马来西亚 转去美国、欧洲 就是导致我们就有这种压力 所以我是有发言 建议就是说最好不是yes or no 最好是这一块如果是沙巴巴生 来沙巴、沙巴回去 真的是我们研讨到 他们的费用收入不够 应该是由政府来补贴一点 那个员工也是应该赚回他 比如说他应该的那个利润 不过如果他这样放下去 这里的消费者就提高他们的生活 那个费用了是吧 就你可以补了 看补多少就把它拉低一点 就这样就两全其美咯 本地的那个船都有生意 这里的企业家也不用付那么高的 那个什么的费用咯 就有一个沙巴的官员是联邦船来的 他就讲到我们的叫什么 天然气桶那些cooking gas 比如说雅比要去Kotabrut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的那个里程 车里程就是也是一样的价钱 不过我们政府补贴 好像七块半一桶 为什么因为车费 如果你说这样子我们那个桶 天然气在这边来 去到每一个比较远的那个市区 这样的价钱不是有上下咯 所以政府就把它平衡 平衡就是说我补贴一点 当然他有一个限制了多少桶 所以经过这个方式 同样可以把这个货运的那个价格 可以补贴一点 等到我们慢慢的这个生产量起了 你可以把那个补贴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调低了 那就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过外资来也不能够随便给他们去做我们本地的生意 所以他们来到只能够放货 除非我们没有这个服务 就要给他们做了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出口的那个船 最大的这个中流 中流我们本地的船都没有这样的船只 就可以饮水国外的来 不过他们只能够拿中旅游 不可以不带其他的货物 全国都是要那个交通部 要严格的去管理 不能够说做一个方案 就不理就不行了 要每几个月要调整调整 看那个市场怎么样反应 市场的需求 是所以就是要兼顾外来的投资 的同时也要顾到本地市场的需求 所以最后就是会长有没有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于这次来临2022年的财案的一个期许吗 OK2020年的财案 我觉得是最好是这样的 每个人叫扣税 我觉得扣税是可以帮到那些 有精力的那些企业 应该是大部分还是不能够赚钱 像你扣税就等于没有什么 得到利益了 而且他们所收损的那些数目 还可以拿来堆销 他们现在赚到的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我是建议政府要把这个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那个PCB啊 PCB就是说你现在预测 你明年会赚多少钱 先还那个所得税 现在你一笔勾销 就不用我们去付出那个钱 一环那个所得税嘛 你还是召回之前的 等我们结账了 OK 有多少那个税户 我们那时候才跟你清咯 对不对 这样就等于我们不需要付出这笔钱 也是我们的资金流动嘛 对不对 这个会比那个扣税的更好 是 帮助更大 如果你要扣税也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那个补贴金 补贴资金要延长 是 还有就是那个数码化的 也是继续的协助拨款 这就很快了 我大概是这样了 是 好 那今天呢 真是非常开心 能够访问到会长 能够带我们深入的了解说 沙巴中小型企业 他们面对到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而他们又是怎么样通过工会也好 其他的机构 或者是沙巴政府 互相帮忙 一起在这段期间 二十几个月期间呢 继续撑下去 当然我们也希望 大家也可以继续努力 那今天呢 就非常感谢 沙巴中小型企业工会的会长 创会会长 胡逸基会长呢 接受我们的访问 会长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Ivy跟Celeste 美玲 给我机会分享一下 我们沙巴中小型企业的 痛苦 还有我们的希望 希望你的 radio 可以把新声传达给那些政府 会有反应 好的效果 会的 也请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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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